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我叫刘文静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社工与弱势者同行 我是一名普通的社会工作者 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同行者 全国现在已经有近60万社会工作从业者 其实截止到目前 也有各种各样对新专业的专业价值的质疑 甚至有很多人根本没有听说过 还有这么一个专门帮助人的行业 其实我身边的朋友也常常会问起我 尤其是这几年 因为我已经从业超过11年 有人会问我 都已经11年了 为什么你还在坚持在做社工 有意思吗 确实有意思 因为社会工作让我看到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里面 还有很多很多那些被人忽视的弱势群体 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状况 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 那我也从诸多孩子 顽强的生命故事中 受到感召和支持 从而在我喜欢的工作中 一直走下来 也感染了越来越多的人 成为社会工作者 加入公益 成为志愿者 他们也帮助越来越多的人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故事 第一个故事 2009年的时候 我从社会工作专业毕业 经恩师王军念老师的介绍 进入一所困境儿童救助保护中心 做儿童社工 那他们 是一群什么样的孩子呢 虽然画面上这些孩子 被我遮住了他们的面庞 但是看起来还是很可爱 笑容也特别灿烂 看起来很幸福 是不是 他们中有三分之一的 因为他们的父母家庭暴力 一方致死 另外一方因死缓 或无期徒刑而入狱 三分之二的孩子 因为父母双方服刑 或者一方服刑 另一方因为离婚或不知下落 造成这些孩子无人看护 在这些孩子被救助之前 他们在寄养家庭中 遭受着严重的精神 和身体上的虐待 营养不良 甚至有很多的孩子 在刚进入中心的时候 对于靠近他们的人 都会有很强的敌意 和默胜感 那小伙伴们 也常常会有争执 打架 谩骂和欺凌 这些孩子似乎是带着原罪 来的就注重心的 不少人会说 罪犯的孩子 能被他们的父母 教育成什么样的人 其实 当我真正走进 这些孩子的时候 我才发现 其实每个孩子背后 都有一个听起来 令人根本无法承受的 家庭悲剧 当时 我的入行导师 科威老师跟我说 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去照顾 接纳 陪伴 这些孩子 这个是我们孩子 当时的一个生活场景 在这些孩子里面 有一个小女孩 她叫小薇 当时我认识她的时候 她只有十岁 我永远记得 我第一天接她入园的时候 她那一头乱喷喷的 齐腰的黄头发 瘦得像筷子一样 她的父亲因罪入狱 她的母亲 在她很小的时候 在她生命中 几乎没有出现过 她和七十作推的爷爷 相依为命 在她所在的村子里面 也因为父亲的原因 很少有人会和她和爷爷来往 甚至常常会欺负他们 当时的小薇性格非常倔强 自尊心非常强 当她会因为一些事情 阿姨觉得她做得不对 去批评她的时候 她就会不停地哭 哭到让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到 她的委屈 和对这个社会的不满 院里的阿姨提起这个孩子 都会感觉她非常头疼 当时作为儿童社工 我用更多的耐心 去接纳这个孩子的不完美 当她在作业需要辅导的时候 心情不开心的时候 然后会关注她 陪伴她 带她慢慢去熟悉 院子里面的生活 让她有小伙伴一起玩耍 有一个安全舒适的小窝 然后也会带着她定期 去监狱探视她的父亲 修复她和父亲的关系裂痕 那她逐渐也像一头 被驯服的小鹿一样 渐渐变得温和 友善 勤劳 也出了的亭亭欲力 变成一个大姑娘 小薇学习虽然很努力 但是她的成绩并不是特别理想 在她16岁的时候 她当时还在读初三 突然之间 她的爷爷去世了 小薇成了一名适时孤儿 未来的路该怎么办 令人担忧 经过我们更多方的努力 我们联系到上海一家 专门帮助困境青少年 学习法式烘焙的学校 帮她争取到了一个面试的机会 董事长小薇非常珍惜这次机会 最终她被学校录取 而我当时也像 照顾我的孩子一样 去送她去上海的学校去报道 一年后她以非常优异的成绩毕业 并且进入了一家著名的公司入职 成为一名法师烘焙师 也许我和她的故事就这样结束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轨迹 也有各自的烦恼 只是有的时候 我常常也会担忧和困惑 我不知道我所做的这些事情 到底有什么意义 也不知道这些带着创伤长大的孩子 他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2017年 一个电话 把我心中的一盏灯彻底擦亮 原来作为新员工 小薇的公司 想让他们邀请他们的家人 来参加他们新公司的开业盛典 和他们新员工的入职仪式 而小薇选择了邀请我 当接到申请的邀请的时候 那一天 我哭了很久很久 因为我知道像小薇这样 困境家庭出生的孩子 十几岁 他们真的是非常坚强 但是他们不善于表达 他们有很多的这种情感 都会默默地藏在心里隐忍不发 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 对他们来说 他们会不会 就是把我们觉得 然后我们是在像亲人一样 在对待他们 甚至我们都没有奢望过 这些孩子以后会怎么样来 回报我们的付出 没有感想过 但是当我知道那一天 我知道原来这个孩子 可以拥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而且也拥有爱的能力的时候 那一刻我真的是百感交集 当时我因为怀孕七个月 我没有办法去上海去见证 小薇这么重要的一个成人里 因为身体状况特别不好 小薇的公司带着设置团队悄悄来到郑州 邀请我录制了一个片子 为她送上一份祝福 同时也带给我了一份特别珍贵的礼物 我觉得是最珍贵的礼物 她经手做的面包 和一封感谢信 现在的小薇在一家五星级酒店 做面包师 她就在这群年轻人中间 她每天认真的工作 也做兼职 非常努力地学习法语和英语 然后再为她的法国留学梦 做着一点一滴的准备 我相信她离她烘焙大事的梦想 会越来越近 像小薇这样的孩子 还有五十多个 他们中有很多 已经在就读重点大学 重点中学 也有很多的孩子 在做着最普通的工作 像我一样 十一年过去了 这些孩子像蒲公英一样 散落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 但是他们虽然做着最普通的工作 成为最普通的学生 他们中没有一个人 像他们的父母一样 走上犯罪的道路 这一段工作经历让我深深地意识到 我之前所有的辛苦 和疑惑 通通都找到了答案 我和小薇 我们两个的故事 原来真正呈现了我们社会工作 生命影响生命的专业价值 在很多人眼里看 小薇她就是一个在烂泥中生长 没有未来的孩子 而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社工 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却有一种非常奇妙的东西 维系着我们的情感 这世界上 还有什么能够比一个 让困境孩子摆脱自己待机的不幸 让她拥有光明的前途 更有意义 更有价值的事情 所以 这就是这么 为什么我一直这么多年来 一直坚持在做社会工作 六年前的时候 我从香港理工大学的MSW毕业 当时我在一家基金会入职 负责一个为河南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 专门开展心理治疗的项目 对于受艾滋病影响的困境儿童来说 他们的内心和生存状况 非常值得人去关注 因为他们有太多的苦难 和未知的坎坷 尤其是对于感染艾滋病毒的孩子来说 人们通常会认为 他们的生命会在十几二十几岁的时候逝去 他们的明天在哪里 他们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 没有人知道 当时这样的工艺项目在全国 从没有开展过 可谓是前无古人 可是因为看到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 这么艰难的社会处境 我和我的同事们 都非常努力地推动项目落地执行 当时北京的一个心理咨询师 林小霞老师 他也是为我们这么一群年轻人 非常热情地服务当地的困境青少年而感动 他每年为我们项目的志愿者和员工 免费地做叙事疗法和青少年心理咨询的介入的培训 那我们邀请这些孩子们来做什么呢 我们邀请孩子们制作一本英雄书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 有孩子在写 我就是英雄 而这本书里边的主角 写的都是这些爱自遗孤他们自己的事情 写的都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最难忘的回忆 最幸福的事 他们心目中的英雄 以及我们让孩子们拿回命运的掌控感 去重新规划自己 五年后 十年后和二十年后的自己 每年我们最开心的是 项目开始的时候 都会看到很多孩子 从刚开始的非常拘谨 被动 一直到项目结束的时候 我们又看到那么多的孩子 会变得自信友善 认识很多很多的小伙伴 也结识很多很多的志愿者朋友 那每年项目的回访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很多孩子带着自信 向我们展示他们生活 和他们学习中 那些重要的成长和变化时 都让我们每一个 为项目努力过的人 都感觉我们之前 所有所有的辛苦 都太值得了 其实做工艺非常辛苦 甚至很多的时候 我们看不到我们的服务 有什么样的意义 但是因为看到 有这么一群孩子 他们的变化和成长时 让我们一次又一次 从工作的疲倦中 鼓舞起来 重新拾起工作的热情和激情 截止到2019年 项目总共帮助过 超过500名的艾斯遗孤 制作他们的英雄书 书写他们生命中的高光故事 在我成为住校社工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的学生 家长 他们在社会对于 好学生 好家长的 这么多的期待下 倍感窒息 甚至有很多的孩子和家长 都面临着很严重的 情绪和精神问题 这时候才让我深深地感觉到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在某一个时刻 都有可能成为弱势群体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需要 他人的帮助和关怀 正如我现在的社工领路人 张俊宏女士所说 让我们做麦田的守望者 让这个社会更美好 而我和我的社工小伙伴们 也将一直在这个道路上 努力地走下去 可能像我一样 在这个行业坚持这么久的 社工以及新入行的社工 都会被一个故事所感召着 叫石海星的人 有一个老人在海边 看到很多海星搁浅在沙滩上 如果不把他们送回到大海 那么他们很可能会失去生命 老人捡起一个海星 把他扔回大海 一次又一次 似乎不知疲倦 有一个年轻人看到了 他对老人说 沙滩上有那么多海星 你捡都捡不完 不用再做了 没有什么意义 老人明又停下手中的动作 又捡起一个海星 将他送回大海的时候 说 对这个海星来说 有意义 其实 社工通常拿着不高的薪水 做的工作 有很多的时候也不为人所知 但是就是这样一群人 他们用自己的萤火之爱 聚光成芒 将这样希望的光芒 照进更多的人的生命的过程 最让我们社工开心的是 那些我们曾经帮助过的人 医院里面的患者 残障人士 涉罪青少年 单亲妈妈 失读老人 他们有能力走出自身的困境 并且成为志愿者 去帮助和激励更多 和他们有类似经历的人 回首这一路 我其实特别感恩 我因为选择了社会工作 所以 我才遇到那么那么多 可爱的友善的人 他们给我的温暖和支持 让我 一直在我喜欢的道路上 可以走下去 也可以坚守我自己心中的信仰 那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 经常会觉得我们眼中的世界 不够美好 其实 不妨在我们身边的人 哪怕是陌生人 需要帮助的时候 投入一丝的善意和支持 那我相信这个世界 都会象征我们所期望的美好的样子 更接近一点点 不信 大家可以试试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